9 接下来不新冻是 这不新冻直接说穿吗 对可以吗 朱终 比号 你这个啊 真的是杀熟啊 但是就因为 等一下 等一下啊 等一下 我跟你讲 不是我跟你长不挺像吗 男人不喜欢自己脸吗 对不对 你品你细品 再给你一次机会 你还会选一号吗 对 你细品 细品 细品了以后还是选一号 对细品了以后还是选一号 那行吧行吧 看来细品的不够是吧 好来来来 那接下来跟我关键词 再来了解你一下 那几年 及时行乐 朋友第一 制造浪漫 该选的据说男生向你提问 14号 可来吧 你好女嘉宾 我想问一下 那几年这个关键词 是什么意思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 然后我父母离婚了 然后我妈妈是一个人 然后去西藏工作 然后那个时候是我小学 我特别想妈妈 然后每天都会去跟妈妈打电话 然后妈妈没有办法 然后就给我买一只很小的那种小狗狗 我还记得是那种笔熊 特别可爱 然后他说当作我的精神寄托 但是没过多久 就那个时候太小了 然后养了四年吧 然后那狗狗就生病去世了 这件事对我打击就挺大的吧 然后后面我就总结出来了 我以后要小宝宝的话 我绝对会参与他的童年 那女嘉宾我的童年的话 会比你幸福一点 但是经历差不多 我的父亲的话 是一名工程师 然后他平时的话 是远洋公司的 所以他会经常要考船 可能一年当中两三个月 才能回来一次 或者说经常出去做大单 要跑出去十二个月 回来两三个月 这样有可能过年都碰不到他 然后家里的话 妈妈有时候也要出去忙 我小时候是我外婆 带我长大的 所以我也非常地理解 女嘉宾这种感受 那时候我小时候 就守在家里 一个人看着那个电视机 看着少儿频道 我当时就觉得很孤独 我就觉得童年就应该是这样的吗 那我总理 很多因为工作的特殊原因 不能够在这种团圆之夜 回到亲人身边的朋友 其实谁不想回到孩子身边 父母身边 但如果可能真的 特殊原因回不了的话 也没办法 所以还是忠心地对所有 就是可以在任何节假 还是可以坚守在一线的 所有的朋友们 要真是表示忠心的致意了 谢谢 接下来继续 还有哪一位要聊一聊 6号 我想问一下及时行乐 我是一个想到什么就要去做的人 就是我喜欢一样东西 我就会马上去做 就比如说有次逛街 我在街上就看到一个橘色头发的女孩子 她当时在街上就特别耀眼 然后当时下午就去马上就染了一个橘色头发 虽然我知道我三天以后 我会有一个工作需要我是正常发色的 但是我还是去染我不后悔 然后工作前一天晚上 我还是又染回了正常发色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有趣很好玩 我我说实话我不理解 这不险的吗 这不险的吗 但是我就觉得 我心里有 我就觉得我很贪心啊 2号 我其实我对及时行乐 其实算是蛮感兴趣的 因为我个人也是喜欢享受在当下的 但是我觉得她对懒头发这件事情 我觉得不太能理解 就是即时行乐 她对于这个词的解读 跟你的方式会不太一样是吧 她这个还是比较 我觉得她这种算是一种就是一时兴起 不算即时行乐是吧 对对对 你这样来来回染发 歌推荐你的阿道夫啊 人生自然洗发水啊 你品你细品人生啊 品一下这个人生洋发的好不好 好的 下来就